我是在日本大阪出生的 我老家是西安 然后我们这个团队 叫中国铁道时刻研究会 是2014年成立的 除了我一个人是华侨 之外全都是日本人 社团建立以来 已经有7年时间了 总共发行了7次 咱们中国的铁路时刻表 现在这个时刻表的出版规律 基本上是跟国内的 中国铁路总公司条图是同步的 我的初衷就是 想跟日本朋友 更好地分享中国铁路的魅力 这个高铁时刻图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规划 什么工作 就是随便画出来的一张东西 就是当初在日本开始火的时候 开始出圈的时候 日本网友的这个反应 都是很积极的 就是说没想到 中国高铁发展的这么快 这么全 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中国铁道时刻研究会 日常当然也绘制的这种 中国的所有车站 纳入在里面的这种线路图 画这个图实在是太难 难点在哪呢 就是中国铁路 现在建设基建的速度太快了 比如说广州的周围 每一年绘制的时候 我们都会大面积的来调整线条 给这个珠三角这些地区 空出来更多的空间 这个过程呢 就是给这个一个白色的画板 画出更多的地名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对我来说是对祖国增加这个地理上的新的认知 我应该要感谢我父母的 我家人一直长居在日本 从小开始啊 这个每年到了暑假以后呢 我父母带我们回国 回西安 然后还要从西安呢 坐火车出去玩 这个呢 就在我的心中产生了对铁路的一个很浓厚的感情 我还是总是希望我能够有机会融入到这个祖国的新基建发展步伐里面 这我一直有这个想法 这个疫情结束以后再想办法这个回国发展吧 感谢观看